朝鲜战争时期 敌军一名希腊军官被我军活捉 被捉时 军官为保命装死不走 支援军战士 干脆将其装入麻袋后 扛回了营地 最后结局如何呢 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给我一圈三连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1951年 相比以往作战 美军谨慎不少 在大规模进攻前 美军派出了许多探子 打探我军情报 甚至公然抓捕志愿军战士 只为刺探我军情况 美军如此 我军自然也不能坐以待毙了 为了了解美军的实力 和部署情况 我军决定抓捕敌军 获取情报 而这个抓服任务 交给了志愿军335团 1951年1月20日晚 在夜色的掩护下 335团的战士 向敌军所在地行进 在一个村庄 志愿军战士 发现了敌军的指挥所 经过简单商议 决定一部分战士留守在外 占领制高点 架好机枪 为执行抓捕行动的战士 做掩护 正当志愿军战士 悄悄接近敌军所在的房屋时 两名美军突然出现 发现了我军战士 战争打响 一名军官听到动静 从屋内跑出 我军战士当场将其制服 然而他害怕会被我军杀害 干脆躺在地上装死不动 眼看敌军即将前来 无奈之下 我军战士只好将其装入麻袋 带回了营地 经审讯 这名军官是希腊营的长官 从他的口中 我军得知了美军的一些情报 为接下来的战役胜利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志愿军的抓服行动 你有什么看法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见